要说乌克兰是一个绝望的国家 那么白俄罗斯却连这一丝的绝望也欠缺 剩下的仅仅只有哭泣 世人只知道核电厂意外发生在乌克兰境内 事实上当日的一阵风把乌克兰七成的辐射物质 吹到了接壤的白俄罗斯 就是这阵风为这个孤立的国家 世世代代带来泪水 辐射一天不消失 它们的泪水一天不会干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为了追寻核电厂爆炸所造成的浩劫 我们沿着核电厂的路继续北上 行车一个多小时之后就到达了乌白边界 整个关卡边界都还在30公里的死亡区范围之内 属于辐射高危险区 相比起乌克兰 白俄罗斯就更穷 更没有善后的能力 所以我们沿途见到的不适合人居住的地方 零零星星地住了人 政府也没有理会 任由他们自生自灭 事实上当地政府想管也管不了 因为打开白俄罗斯的地图 这块当年被波兰和俄罗斯争夺的国土 今日已经再也没有人争了 因为这里的土地受到不同程度的浮射污染 最严重的地方有五分之一 连同其他没有那么严重的 就占全国九成的土地 当中以哥梅尔这个区最严重 而我们一出关卡 踏入的就正是这个区 我们去了区内其中一个城镇 Zvelo-Goska 这个城镇住了七万五千人 镇内有十多间银行 五间工厂 可是餐馆却不出三间 因为这里的人不会外出用餐 他们对来路不明的食物相当仿泛 可是这个镇其实已经是相对的 辐射水平较低 较安全 因为不少辐射重灾区的人 都被政府迁徙到这里 有人说石巾可以冲淡一切 家园也可以重建 但是我们在这里所看到的 完全不是这么回事 今年57岁的安娜 从核电厂区搬过来住 已经有十年之久 新的家 新的生活 对她来说意义不大 一切美好的事物都是在核电厂区 因为她跟比她大六岁的丈夫 都是在那里出生 在那里认识和结婚 事发的时候 她的丈夫驾驶货车 进入灾区增援 感染了大量的辐射物质 后来虽然搬来这里 但最后还是因为白血病 在四年前去世了 我和你一切都很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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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也很愛他,他很愛他,他很愛他 丈夫因为救灾所得的奖章 虽然可以为她带来一点安慰 可是在这个所谓重建的家园 陪她度过余生的就只有这只猫 同样因为参与救援工作而染病的人多不生疏 身为主任医生年纪五十的阿琳娜也是其中的一个 有什么影响你吗 阿琳娜和其他救援人员一样 都没有因为患病而后悔当日所做的一切 她最感触的反而是一个美丽的天堂 就变成为地狱 你最感到的感觉 当你初到达到这个地区 有感觉到自然而生的地区 我感到自然而生的感觉 很漂亮在这些地区 这些花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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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花生物 我从来没有看到这个地方 这种美容 所以这些花生物 这些花生物 这种美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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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俄罗斯虽然不是一个大国 但是由于它的种族跟俄罗斯很有渊源 所以也为人所熟悉 全国一千万人口之中 白俄罗斯人占了八成以上 其余的就是俄罗斯人 波兰人和乌克兰人 一直以来到白俄罗斯的中国人非常少 目前只有75人 大部分集中在首都明斯克 所以要寻找中国人的足迹 特别是在哥梅尔这个辐射重灾区 就更加渺茫 结果我们在这里 访寻到半个中国人的下落 他的父亲是中国人 母亲是俄罗斯人 祖籍山东 本来应该姓王 后来跟了母亲的俄罗斯姓氏 Smaschkin 被问及对中国的感情 他说很浓烈 也很想寻根 被问及对中国的认识 他一无所知 甚至对中国的语言 也只晓得几个字 关于祖国中国的一切 他知道的并不多 但是对于他居住的这个国家 他却刻骨铭心 他见证悲剧 因为他是当地的一个医生 核电厂爆炸的时候 他正在医院当值 目睹一切 而传了清水素食品 如果人们,他们求医疗医疗医疗,他们显示了什么医疗医疗医疗? 种种的忧虑不无道理 就好像这位中恶混血医生 近日就有位同事因为假状现炎而去世 事实上白俄罗斯人在这14年来 陆陆续续的因辐射引发的病而丧命 大人小孩都不能幸免 中文字幕志愿者 邀请 身处死局,他坚持坚守岗位,只因一个信念,一个他那位中国父亲死前的遗愿。 你的父亲说了他的最终意,当日他死了吗? Doktor Smashkin的父亲,年轻的时候,由山东老家来到苏联的海参威做厨师。 后来辗转到西伯利亚一带挖金矿,还在当地成家历世,生了三子一女。 Doktor Smashkin是大儿子,一家人一起生活了三十多年。 论外貌,他没有完全遗传父亲的中国人特质。 但是论思想,他就非常中国话,而他最遗憾的就是不懂中文。 Your father is a Chinese. Do you speak Chinese? K сожалению, по-китайски я не говорю, хотя папа учил меня в детстве китайскому языку, Я только помню несколько слов. Опыч да, ига, лян, сангл, сига. So why didn't you learn more? K сожалению, в те времена это было не совсем как-то престижно и нужно, потому что достаточно были закрыты наше общество. 懂得说一个,两个,三个,四个, 是由于小的时候,父亲教他用中文数数目, 纯粹是童年的记忆。 至于我不知道这句话, 就是他父亲有意这样教他的。 因为在当年,种族歧视的环境, 不懂中文,比较安全。 所以他父亲不教他中文, 反而叫他说,我不知道, 希望将来什么都能够推得一干而净。 How others treat you as a half-Chinese? Вы знаете, в детстве, мои, так сказать, сверстники, как-то меня, ну, обзывали, значит, что я китай, что я не той 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и. Это для меня было, в общем-то, составляло проблемы. Я даже стеснялся своей 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и. Но сейчас я уже, хочу сказать, даже я и горжусь тем, что одни из корней выходят из Китая, что отец мой китайец. Даже жена иногда меня, ну, останавливает, что я немножко заношусь, что с одной стороны у меня вот такие корни, что отец меня был такой мудры человек, что... 我认为他们有个人和亲爱的朋友 有些人 我看到他们专门的专门 专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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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对中国的爱源自父亲 而对父亲的爱却发自内心 每当想起父亲辛劳一生 其中还有十四年 是在不同的集中营所过的苦日子 他便被绝神伤 所以当十多年前父亲去世的时候 他便很想回到中国去寻根 不过单凭一个父亲遗留下的地址 山东省济南市京市路588号4号楼2单元 201市 和父亲的名字王旭 身处十万八千里外的他 可以说是忙无头绪 您想回到中国 您想回到中国 尋根 尋根 只是一个遥远的梦想 尋根 正如他所说 在白俄罗斯 当医生的收入是最低的 大约只有二三十美元一个月 比起四五十美元的文书人员 或者八九十美元的司机 就已经差了一大截 要存够旅费回乡 谈何容易 目前身处困局 他唯有将梦想化作理想 努力去实践他工作上的理想 尽医生的本分 在医院照顾病人 尤其是无辜的下一代 白俄罗斯的小孩子身体特别脆弱 他们患病的机会比正常人多 所以这类专门照顾小病人的医院 经常人满为患 当年的不幸今日浮现 从1990年起 即是事发后四年开始到去年 儿童的生病率大增 骨科的病 神经系统的病 呼吸系统的病 分别多了四到六成 而最严重的是甲状腺炎 患病机会更比其他国家 多出了一百二十五倍 小孩子从来没有的选择 出生在辐射环境 一辈子随时变发 他们没得选择 但是相比之下 还有一些一出生不是畸形 智障就是患有重病的婴儿 就更加没得选择了 因为他们在母体 已经受到了辐射污染 连健康的活一天的机会都没有 只能够带着哭声过一生 我们不知道 在他们小小的身体里 承受着多大的痛苦 我们不知道 他们小小的脑袋里正在想着什么 我们只见到 他们和其他天真的婴儿一样 都会有展现笑容的那一刹落 究竟他们还要受多久的苦 究竟还有多少小朋友要受这些苦呢 没有人能给答案 我们能给的只有衷心的祝福 事实上 这里的人每天都为自己的民族 自己的下一代向上天祈求 因为这个国家的出生率越来越低 死亡率却越来越高 人口只会一天一天的少下去 除了向上天祷告之外 已经别无他法 辐射为一千万个白俄罗斯人带来不幸 但是就为一个中国人带来财富 最方我对他来说很大的损失 当然对于我来说 可能也是个机会吧 因为 正是由这个切尔诺贝利造成了核辐射 海带对核辐射有治疗作用 下一集寻找他乡的故事 一个中国人靠辐射发财的故事 回来 还能够的故事 有一个的故事 一集想要够的故事